阿翔 當思考這個禮拜的見證的時候 對我來講就是很麻煩的事情 因為我每一次從小到大的見證 就像是一場噩夢 因為小時候到現在 每一次別人見證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before跟after 大家都是前面怎麼樣 然後感謝主我後面怎麼樣 我覺得對我們這種從小到大的基督徒來講 我們沒有所謂的before 事情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面就是這樣 所以對我來講 這次的服飾沒有所謂的掙扎和不掙扎 它很簡單就是要和不要 那我的教育會告訴我說 凡木者所說的基本上就是要 要不然 你只要想辦法就是可以的話 我們就是盡量的把這個部分 把自己放下 這是我們的在從小的基督徒裡面 可能會比較很清楚的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做 所以牧師邀請我說進入這次的敬拜短宣的時候 那當然沒有問題 那原因不光是說他跟我說 所以要做 而是我本來也喜歡這個事情 我也喜歡打鼓 我也喜歡音樂 然後不管這個事情我做得好和不好 反正我喜歡 那就是 比較辛苦的就是我們敬拜的死琴 就是慈分 慈分 然後呢以前的話是采傑 采傑今天不在齁 大家大家不知道我剛學打鼓的時候 采傑跟我的配搭是這樣子 就是他在彈 然後呢他會看我 慢一點 就是在這邊的角度 太快了 慢一點 然後呢 我說 比如這樣說 什麼啊 然後整個就亂掉 他就算了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很喜歡 所以我就是喜歡參加 所以 對我來講 這次的服飾 不管來 練習 或者是 在 出來的時候 我都是快樂的 我整個過程裡面 我都是很喜樂的 也很愉快的 那詩篇一百篇 二章 二節跟四節他說 你們當樂意是奉耶和華 當向他來歌唱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 當用撐血進入他的門 當用讚美他的願 那我想我這個部分 我都是一直在這個裡面 我做得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 我們出現了 比較大的問題在於是說 我把這件事情 看得太輕鬆了 我沒有準備好說 我要付上 足夠的 更多的代價 因為我們這一團 就是原本我們敬拜團的那一團 就是 慈芬 維欣 神雕俠侶 兩位 那個 起松跟小婷 然後呢 跟我們配搭的就是 若芸 那我們其實配搭這個 這個整個敬拜 大概也滿長的 所以我一剛開始的心態是 沒有關係 沒有那麼辛苦 但是我發現 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當老師來的時候 他跟我們要求的東西也滿多的 我想我二十幾歲以後 或者是十幾歲以後 就沒有人會坐在我的旁邊 看我在做什麼 然後說你做得好不好 這件事情 大家有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 老師就在你的旁邊 就說 你的這個骨的拍子怎麼樣 上次有人這樣子 我大概還是青少年的時候 所以 老師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腦袋變空白了 打鼓的時候反而會變同手同腳 然後老師再會在旁邊嘆氣 然後我還記得那一天 那個 他們第一次來在討論編曲 然後呢 那個 琴的那位老師就說 就跟我們鼓的這邊講說 我覺得應該可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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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子會做得比較好 那鼓的老師就說 算了 不要 這樣子 可能沒有辦法 那個 我看 就用簡單的方法 我聽了也覺得 OK 就用簡單的方法好了 但是下一個禮拜來 就是下一次他來 他又坐在我旁邊 我其實已經 有認真的去記和去練 可是他一坐旁邊 我就 同手同腳 就又開始進入同手同腳 然後老師在旁邊就 因為我年紀其實還比他 老一些吧 應該是吧 對 我應該比他還大 大概一歲吧 大概一歲 或者是幾個月而已 大概是這樣 雖然臉看起來比較老一點 但我應該只要他一點點 但是被他 但是被他講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是 進入一個 很矜音很矜音的狀態 然後打得很不好 事實上結束的時候 我還蠻 蠻沮喪的 但是我看到其他我們的夥伴 我相信他們也有他們很緊張的部分 齒芬應該也很緊張吧 對 齒芬也很緊張 我覺得他大概也有胃痛 我也有胃痛 只是我沒跟你們講 大概他也有胃痛 然後我看到那個小婷跟起松 兩個人 你們在房間裡面有練和音嗎 對不對 就是我路過的時候聽到他們兩個 兩個人在練和音 就是快要來了很緊張 然後那個微信也是在後面 也有在抓這些部分 大家都其實很緊張 但是我們又跟我們的年紀 又不希望露出我們很緊張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我覺得這是我們遇到的比較大的問題 我們並沒有預想到會這個樣子 但是我要說 神讓我們從原本習慣的模式 藉由這一次的服飾 就是把我們的一些原本的既有的東西 把它打破掉 不是年紀大就應該比較好 也不是因為我們合作得比較久 我們的默契就會比較好 三組裡面好像是我們剛開始 應該是磨合得最好的 然後三組之後 後面表現得也很好 除了有葉薇婷的那一組 應比化那一組以外 沒有對不起 因為她是我高雙同學 所以我們常常會這樣講 但是 這些事情會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原本有的東西 神把我們拿掉 在這個過程裡面 讓我們 重新的去審視我們自己 在服飾裡面 我們是不是 真的能夠讓我們自己更好 而上帝也回應了我們 我想 最後的表演的時候 雖然 我的鼓棒飛出去了 在清新的那一次 那不是我的問題 那是因為那個器材的關係 鼓棒飛出去了 然後器材沒有弄好 但是我要說的是 我們在最後的呈現 還有在教會的這次呈現的時候 我感到神的喜樂與我們同在 當我們上了台 當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我們弟兄姊妹一同服侍 一同合一的服侍的時候 神在我們中間 我們的喜樂 我們的 那些壓力的部分 成為我們喜樂的來源 感謝神讓我們在這邊 真的在這邊重新的經歷 也讓我們知道 服侍這件事情 不是理所當然 服侍這件事情 是必須要重新的 把自己每一次的歸零 每一次的再把它放出來 而且閃眼告訴我們說 最後我們所得到的東西 絕對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過程有沒有累 有有沒有害怕 或想說吃太飽 有沒有緊張 會不會想說 早知道我就不來參加 所以當上個禮拜 我聽到金瓶的見證的時候 我就還蠻開心的 因為並不是只有我這樣想 金瓶也是這樣想 搞不好大家都是這樣想 但是 當我看到聖經哥林多前述 15章58節的時候 他說 我親愛的弟兄們 你們要堅定不要動搖 在主的工作裡面 豐盛有餘 因為你們知道 你們的勞苦 在主裡面不是虛空 那這句經文 讓我在主裡面 重新的得力 我們知道 我清楚的知道 從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知道 一直到我現在的時候 我知道 雖然我沒有before 但是我知道 我從小時候就開始的 這個 在主日學裡面 給我們的這些教導 在神裡面 保護我們 給我們的這些價值觀 從我小的時候 我就累積了這些部分 在我的生命裡面 這是感謝神的部分 當我看到後面的主日學的時候 我心裡面 或者看到光雷這麼小的年紀 就出來一同服侍 我知道神 你一定現在還不是很明白 但是神在你 現在就開始祝福你 祂會祝福你到後面的日子 所以如果說要用一句話來 分享說這一次的服侍的見證 敬拜團的見證 我要說就是喜樂 喜樂在我的服侍中間 與我同在 雖然過程有辛苦 但它讓我享受 也讓我面對 但是喜樂都與我同在 都一直與我同在 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別人說 你希望你的未來是怎麼樣的時候 也是在教會的聚會吧 大家在分享說 你希望你的未來是怎麼樣 那時候二十初嘛 還是一個小 就是還蠻年輕的時候 我就說 我希望我四十歲的時候 我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家庭 有一個老婆 而且呢 我還能有個 band 因為那時候我常常去pop 聽音樂 我想我希望有個 band 然後晚上還可以去練 練得很開心 然後在酒吧裡面 練完 band 然後可以很開心 搖啊搖啊 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 四十幾歲 現在四十歲了嘛 當我在練習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想出 當初我跟神說的 就說 你希望你四十歲是怎麼樣 我四十歲就是這樣 在這邊打鼓 然後在這邊 在這邊東西 拿掉的就是 只是不在pop裡面 拿掉的是在神裡面 在教會裡面 我享受這個過程 我也享受這個敬拜 我也享受 神所賜給我的回應 讓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知道 他沒有漏聽我的禱告 他給我的反而是 比我預想的還要多更多 使我成為更好的人 這就是今天的見證 謝謝大家